第九十四集的《只要有電影》 歡迎大家回來第九十四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就希望大家訂閱 另外按鈴鐺 comment share like 和follow我們Facebook的專頁 繼續講電影節 繼續講電影節 他都要面對很多考慮 剛才講的就是 commercial的考慮 競爭的考慮 但有一個考慮他們做不到主動的 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 隨著種種的力量的抗衡 幾乎一定要面對的就是政治的考慮 當然這也和電影節本身 他自己的國家的一些立場 甚至純粹從一個藝術工作者 電影這個純粹範圍 作為一個藝術創作的純粹 這個立場去考慮 政治其實是不會被容許 去干涉到這個考慮 但對電影工作者來說 這是一個經常需要去考慮的一件事 怎樣說呢 或者我嘗試用一些我自己 親身有經驗的一些例子 作為說明 這個說明不僅是一個政治的考慮 甚至也是看到一些電影工作者 在本質上高的一些改變 我第一個想用的例子 就是一九九九年發生的一件事 一九九九年 其實我基本上 我都是在電影節 作為一個發行 或者是市場的推廣 工作的範圍 我已經開始慢慢推出 但是九九年的時候 我都被邀請 去負責一部電影的 假設是在康城 希望被康城選拔了 作為參賽影片的其中一部電影 受到電影公司的邀請 是跟他做一個市場的推廣 或者電影期間的推廣 那一部電影 就是張藝謀導演的 《一個都不能少》 那個電影其實 那個製作是 美國的Sony公司 張藝謀當時 已經是一個所謂的 已經是established的導演 因為之前的 由谷斗開始 一直到大紅燈籠高高掛 到活著等等的戲 其實都是在海外的不同影展 康城 威尼斯 柏林 都是很受歡迎 都很獲得肯定 先後也拿過一些獎項 很重要的獎項 也是在第五代的導演 裏面 可以說是跟陳海哥齊名的 真的創出了 中國創出了亞洲 去到國際這個 平台的導演 其實當年 他已經拍了兩部電影 他是拍得很快的 他當年已經拍了兩部電影 第一部就是《一個都不能少》 首先是完成了 在他的計劃中送給康城 但是當他送給康城的時候 他與此同時 其實也是進行另一部電影 就是《我的父親母親》的後期工作 那個後期工作 他在澳洲進行的 在他的計劃裏面 就是一個都不能少 就是打康城 《我的父親母親》 就是打威尼斯 對他來說 那一年就是一個很美滿的收穫 當然我也要承認 就是兩部電影 我覺得都可以說得上 是一個優秀的電影 但Anyway 我記得 我首先看了《一個都不能少》 看完我記得 那天上去Sony那裡 負責統籌這個電影的 推銷的一個外國人 就是一個女生 之前我們也有合作過 她是美國人 但是在台灣讀書 所以她的國語很好 後來脫離了台灣的公司之後 就加入了Sony 這部電影已經是送給康城看的 當時我就是 大家談論 方向是怎樣 我看完這部電影 基本上我都很感的 但我對電影的一些 特別的Ending 我是有些保留的 但也無所謂 作為一個推廣來說 其實這不是一個重點 但我的重點 就是在於Ending 跟著Ending之後 它是一串的字幕 因為那部電影是說一群小孩 都是孤兒的 很久才是 鄉村的小孩 每一個人都有她的苦放 或者她的故事 最後其實大家都是 在一連串的掙扎之下 是追尋到她的夢想 Ending 就是將這些人的後來 在電影完結之後 他們長大了的成就 是一直用字幕的方式 打出來 誰誰做了什麼 誰誰做了奧運的選手 誰誰做了很出名的什麼什麼 當然這是一個常見的形式 我記得我有點關心 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成績單 在Ending這樣打出來 我馬上承認 很容易 這個電影原來 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實的人物 作為一個宣傳 或一個推廣 或一個資料上的讚寫 我是需要這些資料 我要確定 這些資料會幫助我 去推廣這個電影 或去描述這個電影 所以我就透過 我記得當時 打了一場電話 給張艾謀問她這件事 張艾謀告訴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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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全部是假的 我當時就突出 突出一突出 如果是假的 那就是換過一些虛構的人物 包括你後來這批 這些字幕 他們的成績全都是假的 我好像有點矛盾 是不是真的需要呢 當然我不能牽涉你的創作 但我提出的質疑就是 這樣好像有些是騙觀眾 因為這樣的技法 這樣的方式 真的第一個會在觀眾的心目中產生的 就是原來這些都是真人真事 但他就說不要緊 這些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但都OK 但在與此同時 康城突然打了電話 給我這位愛國的朋友 即是收到的訊息 就是康城拒絕了 康城不肯讓他進入競選的名單裡 其實 當時我覺得是有些政治的原因 又或者是 其實 因為去到最後 電影本身 因為其實 張愛謀當時在 中國大陸已經是由一個 被不接受 他的電影都不能夠在中國放映的導演 慢慢成為了被接納的導演 一個官方都可以容納的導演 事實上他的戲 跟著也是越來越明顯 這個發展的方針 張愛謀收到這個消息是大腦的 甚至是覺得 他會發一個公開聲明 譴責康城 是基於一個政治的考慮 拒絕他的電影 跟著他就馬上改變了他的策略 就把我的父親母親放下 然後把這個 一個都不能少送去 給威尼斯 威尼斯也接納了 事實上 電影 也在威尼斯獲獎 當然 獲獎 是否值得呢 我覺得 這是評審團的決定 我再一次也要強調 這個戲不是一個 起碼在技法上高 在一個故事 在一個形式上高 我覺得是優秀的 雖然我自己本身 也不太能夠接受到 他到最後在 ideology wise 在意識形態上高 他對這個制度 其實是一個暗中的肯定 我覺得是損害了整個電影的成績 我舉這個例子 其實是想說什麼呢 就是 政治角力後來 真是成為了 電影節 沒有辦法 不面對的一件事 但是與此同時 政治考慮 當然可以對電影工作者的打擊 但是慢慢 政治考慮 也可以成為 一部分電影工作者的一個工具 或者可以利用的地方 當然要視乎你的聰不聰明 你的技巧是怎樣 所以去到這個情況 就變得越來越複雜 又加上這個政治的正確 這個思維 這個意識形態 是推到這麼盡 所以 整件事 我覺得是 很難再去釐清 而最面對的效果 我覺得真的會影響到 你對電影的評價 對電影因為自己 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 我講一些評審 又或者整個電影節 基於政治正確的立場 去平衡一些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利益 結果就影響了 每年的電影節 要考慮的東西特別多 這是一個無可奈何 不單止是電影節 事實上也影響著全世界 很多很多的事物 回到電影的時候 我記得我講Oscar的時候 今屆的Oscar之後 也開始了 好像已經決定了 明年的Oscar 參加競選的電影 都全部是要 有一個quota 在他的台前幕後 都要去考慮 種族 去考慮少數社群 特別是性傾向的社群 的一個平均分配 我覺得 在這些考慮下 電影再不是電影 或者很容易不是電影 至於發展到什麼地步 我們只能夠拭目以待 無論如何 電影節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事物 我想跟大家講 但是這些事物都要等一等 或者等到下一次一個機緣 我再拿回來 拿出來跟大家講 或者部分的內容 資料 我都可以在Facebook 跟大家分享 暫時這個主題 就到這裡為止